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部分的话就清楚 记得用Range Range就是B2到E43 点Clear Contents 然后就把里面知道,你会发现速度会快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将来希望VBA执行效率好一些的话 不会像刚刚那个卡卡的状况发生的 那当然记得,你就有必要做同样的事情 前提是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清除资料的话 做的事是一样,那你就可以用Range 那假如做的事情不完全一样的话 那这个时候像比如说像热透彩输出这个公式 不见得每一个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记得就是你可能要把里面写个回圈 回圈范围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有点像前空题,只是说这个回圈的撰写方式 恐怕要固定一下,就是要熟悉 然后输出到哪一栏,Sales I的B栏 其实就写这样,这个前面我们写个蛮多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等于把公式贴到双引号里面 然后把那个里面会变动的列号把它改成I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 就是假如你的目前工作里面有很多地方 都必须用那个人工再重新Key 4公式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借用这个地方的范例 其实可以一键完成很多事情 不管它几栏,你可以发现很快一下子就全部完成了 这一点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又简单又快速 不过缺点的话,好像我前面有跟各位大概提到 它变成说丢公式的话,缺点就是里面呢 储存的就会是一个公式,而不是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会有几个缺点 就是第一个啦,当然会让你的档案膨胀嘛 第二个的话,执行效率相对的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你就可能要想什么 把那个就是输出公式转成VBA 不过有些地方可能没那么好转 所以也许这个部分可能要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不是输出公式,得到结果 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格式化 假如说我的需求是按下按钮的话 把1栏里面小于等于7的这个值抓出来 然后呢,把它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改成什么 底色改成黄色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并且把它恢复清除 所以首先一样,我们可以一样在那个VBA里面点一下 然后呢,在那个模组底下 我们就增加一个Sub,名称叫格式化 OK,或者叫格式化底线VBA 那写的方法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是有多一个啦 格式化底线VBA好了 因为我按钮上面抓的是这个Sub 然后呢,我们要把刚刚的那个叙述 最好用直觉的,意思说我希望帮我找 找的范围是从第二列到第43列 所以有一样,所以写的方法跟刚刚类似 4i等于第二列到空一格43列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意思说啦,你帮我找找看 找什么呢?找第二列到第43列里面的资料 那如果,什么呢?如果那个,这个储存格哪个储存格呢? 诶,第一栏的部分 诶,等一下,我是不是忘记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把那个,就是做个格式化 那第二列到第43列,那条件是什么呢? 所以哦,在回圈里面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诶,这一列 跟这样,这一栏哪一栏呢?Sales i列的一栏 意思就是说这一栏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 我通通拿来怎么样?做比对 如果是小于等于7的话 诶,有没有?有点像你自己用眼睛看 但是,我们如果不用眼睛看的话 就是变成要写个回圈 跟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空一格 then,然后做什么? enter两下打一个end if 先把end if先打完好了 然后呢,在这个if的底下 按个tape键 然后输入什么? 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如果什么事? 这个 把每个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丢到这里来 26有没有小于等于7啊 没有 没有的话就跳过 也就 这边什么事都不会做 那如果假如一直往下 直到这里 诶,这一列 比如说这一列 哪一列? 第13列 它里面的值刚好等于7 诶,那要做什么? 哦,特别注意哦 如果呢 假设你是要这个储存格填颜色 那就是salesi列的e欄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哦 我是要是 它的同一列的a欄 那怎么改? 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边e改成什么 改成a就可以了 好 那底色 底色还记得吧 点什么呢? 点interial 可是如果那个字 你不会拼的话 有个方法 你可以把刮弧先拿掉 然后点一下 记得刮弧等下补上哦 叫in 有没有?这边会出现 interial 有没有?这边会出现 interial的底色 点color ok color 那黄色的话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等于什么? RGB 刮弧 红配绿嘛 255 豆点255 豆点0 后刮弧 记得哦 这个地方 刚刚我刮弧把它删掉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记得要补上 同一列的a欄 把它的底色 改成黄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写完了 它就一个一个去check 如果这个里面是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就帮你把它的a欄的底色呢 改成黄色 ok 执行一下 执行应该执行这个 哦 你会发现 这个是嘛 这填衣色 只要是试的 通通都帮我把颜色改过 那再来的话呢 要把这个底色恢复成没有 那没有的话前面讲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一样把那个for i 等于第二列到43列 或者向下追踪也可以 那底下就不用做逻辑判断了 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它里面的cells i 列的a欄 的底色变成没有 有没有 它这个就一个一个 帮你把底色全部都变 那等于是说 我就不判断了 反正呢 如果它本来没有底色 那还是一样没有底色 可是如果它里面有黄色 那就删掉了 ok 执行一下 等下就清掉了 其实呢 这个写法是一个一个的把底色拿掉 ok 那当然呢 我讲过啦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lota清除一样 其实这样的写法相对比较没效率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有效率写的话 当然也可以 跟刚刚的概念一样 有没有 Range 你可以把cells改成range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 改成什么 A2一直到A什么 A43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把刚刚的那个清除 A5的部分 把它改成用range 那我就不跑回圈 我就什么 A2 冒号 A43 点什么呢 interior 其实就上面这个啦 你可以甚至把这个复制下来 也可以啦 这个部分 这个是一个一个储存格的底色改成没有 那下面的写法就是这个范围的底色呢 全部都改成没有 而且效率比较快 所以我是建议啦 以后只要是某个范围做的事情都一样的话 比较推荐呢 请你把cells改成range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后的话 格式化 有了 格式化清除 也都清掉了 OK 所以其实很快 可以把这个格式化给加上去 当然这个部分的范例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是你想要凸显某个范围 就是某一些数字 它是小于等于多少的时候 那就通通帮我把那些资料 用那个底色呢 帮我把它这个标示出来 OK 那清楚的话呢 就是interior color 等于excel none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想想看 假如说呢 虽然说格式化已经够方便了 你已经帮我把它mark起来 可是问题呢 我还是需要逐一的去check 然后变成要卷动往下看 那所以有的时候啦 假设说 你老板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列个表 把这些资料找到的 不要除了填颜色之外 你可不可以帮我直接列个表 也就七个号码 那我可以直接拿这七个号码去签 如果我刚好 这个经过投注站的时候 我希望拿来参考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样把 刚刚这个七个号码 的资料 复制到指定的 储存格里面 复制 各位还记得吧 一直强调啦 其实复制 把找到的这个范围的资料 复制到指定的位置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你的储存格要复制的 来源放后面 要被复制的到哪里去的话 写在前面 其实就是等于 中间加等号啦 OK 那资料就会被复制到这里 那只是说有个问题 如果我把这边的资料 复制到这里的话 第一次是F2 可是第二次的话变F3 第三次变F4 因为你不能一直F2 一直F2 他就资料盖过去 应该是复制一个之后 把列号加1 诶 可是呢 我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把列号加1 有点像这样 列号加1 写过来 要清除 清除可以用Range 诶 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其实 我这边这两个 这个程式的话 其实是把 刚刚的格式化的程式 直接拿来修改 就可以了 只是说 你要改的地方 第一个需要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 当第一次call过来的话 他里面的值是2 call过来一次之后的话 你就要变成 往下加 就加1的意思 那怎么样可以让那个值加1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多一个变数 诶 那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格式化的部分先完成 待会再来看 如何列表 到这个地方 OK 试试看